慕婉宁也不强求想到了什么 直接进入北宣宗 更是牵出一匹浑身充斥火焰的骏马 骏马灵气四溢 显然是经过驯服的灵兽坐骑 叶先生 此马是宗主送给我的坐骑 我常年闭关也没有用 那就送给叶先生吧 这样 感到清玄峰也会快上几分 这是我唯一能为叶先生做的 叶晨这次倒是没有拒绝 他现在缺的就是一头速度快的坐骑 如果不是那血龙还没有彻底实质 不然他早就踏龙飞天 清玄峰这种距离不过是眨眼的时间 叶晨跨上那头骏马 火焰奔腾 直接向着山下而去 穆婉宁看着叶晨远去的方向 对白丽雄好奇道 此人真是一个怪人 他真是什么战神 区区神游镜而已 对于周长老到底是怎么受伤的 那叶先生显然没有这个实力 白丽雄神色严肃 无比认真道 婉宁 你可不要被叶先生的气息所欺骗 这周长老就是叶先生所伤 他甚至连还击之力都没有 还有 几天前 花下血蒙几十位强者出手 对付叶先生 结果被叶先生 以一人之力全部斩杀 那血腥的场面对我来说 至今还是噩梦 叶先生完全不能用实力衡量 慕婉宁听到白丽雄的话语 倒吸了一口凉气 毛子更是充斥着一道惊恐和意外 难不成他真的看走眼了 清悬风山下 烈日炎炎 几邻带着两个几家强者连夜赶路 终于快要抵达 不管如何 父亲能不能继续活着 完全看他了 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就算那什么林清玄的后人不肯出手 他也会将人绑来 反正天塌下来都有几家顶着 也不知道姐姐那边进展如何了 那横空出世的夜市天 他听说过几次 对方的名字几乎是大部分昆仑须宗门的噩梦 手段极强 剑法通天 不知修为深浅 神雷欲聋 神秘之极 这便是夜市天在几邻心中的印象 几邻突然又想到了那在华夏无比狼狈的夜晨 他无奈地摇摇头 唉 夜晨这小子 好歹也姓夜 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一个在华夏被一个离合竞强者差点打死 一个已经在昆仑须灭杀圣王竞强者了 两人年纪也差不多 比起来真是一言难尽啊 不过夜晨是昆仑须出了名的反根 我也不该对他有这种期待 反正他是绝对配不上我姐的 就在几邻喃喃自语的时候 那两个几家强者却是停下了脚步 小姐 我感觉有些不对劲 几邻小小的身躯瞬间站直 眸子微眯 死死地盯着周围的一切 身上的气息更是释放开来 他的修为在入圣境 在他这个年纪算得上妖孽了 毕竟他连十三岁都没有 小心点 我听姐姐说 清旋风不简单 一路上我们也是发散许多骸骨 估计 有人在暗处盯着我们 几邻临时释放开来 更是向着前面走去 还没走几步 三道破空之声突然袭来 下一秒 他们仿佛被锁定一般 眼前更是有三道急速的红光席卷而来 那两位几家强者连忙护在几邻身前 同时手中祭出武器 几司卿可是交代过 哪怕他们死 几邻也不能有半点闪失 眼看红光就要落下 两人手中的武器直接射出 金光弥漫 剑气冲天 撕拉一声 一道撕裂声突然响起 而后那三道红光直接被无情的斩断 两人长须一口气 看来这红光也没什么威力 可是很快他们脸色就变了 那斩断的红光 竟然化为一道道丝线覆盖开来 几乎瞬间 就是化为一张遮天蔽日的红网 不好 那两人连忙向着红网冲去 试图破开 小姐 你快退出去 此地很是古怪 两人不再犹豫 逼出精血 身上的气势攀升到极致 剑盲几乎化为一道百丈长剑 眼看就要触碰在红网之上 一股无形的阵法居然席卷而来 他们发现在红网之下 一切真气全部无法施展 怎么可能 他们脸上的表情彻底凝固 上当了 这三道红网一开始就是陷阱 他们想要撤离 却是发现根本来不及了 红网不断收缩 更是将两人彻底困在了里面 然后两人的身躯 就这样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还好 几林一开始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向着后面不断退去 如此杀意 再加上这种强势 却又难以察觉的阵法 谁能躲过去啊 小姐快走 那两人怒吼道 几林自然不会顾及两人的性命 脚下真气流转 刚准备离开 却发现四面八方的地面 轴然裂开 然后一道无形的气墙凝聚而成 滚开 几林眸子冰冷到极致 一箭劈去 箭气凌然杀意滔天 但是当狂暴的箭气触碰到气墙 却是彻底消失 丝毫没有作用 这阵法 竟然是仪式的上古风神阵 这群人到底是什么人 几林哪还能淡定 他生在几家 懂得自然比任何人都多 上古风神阵是古籍中的一道阵法 在上古时代算得上鸡肋 因为它唯一的作用 便是封锁修炼者的气息和真气 那时候强者如云 这种阵法在顶级强者眼里 分分钟便能破开 所以渐渐消失 但是这上古风神阵 对顶级强者无用 对他们来说 却是有足够的威慑力 此刻的几林感觉真气仿佛被抽离 这种无力感让他难受到极点 顾不上一切 几林手中拿出一张符文 这是几思青给他的 关键时刻至少可以逃跑 但是他还没有将符文彻底引动 一道黑光便是席卷而来 钉的一声 只见一柄长剑穿透了他手中符文 更是将符文狠狠地 顶在了一棵树上 同时五道身影从黑暗中走出 为首的是一个青年 青年手握折扇 看起来宛如一个绅士 青年的手臂上 更是纹着一个古老的镇子 当看到这个青年 几林乃至另外两名几家强者 脸色煞白 这个青年他们认识 正是被昆仑须所有宗门和势力 通缉五年的天才阵法师 白展元 白展元六岁觉醒阵法 更是被昆仑须阵盟主 受为关门弟子 十岁便能阵法杀人 十五岁破解了一道上古残阵 鸣动昆仑须 二十岁的时候 更是成为阵盟史上最年轻的长老 天才之路绝世无双 当年就连姐姐几思青 都对这个男人佩服不已 至少在阵法领域之上 昆仑须几乎没有人可以撼动 原本强者之道 却是在白展元二十五岁 发生了巨大转折 白展元偷走了昆仑须阵盟的 传世之宝 更是用阵法杀了足足千人 一夜之间 顶级天才便是成为了 十恶不赦的恶魔 当年的凶名和今天的夜市天 有极大的相似 几林根本想不到 这白展元居然出现在了这里 这种妖孽之人不值的阵法 他们自然阻挡不了 很快周围的阵法气墙不断收缩 几林只感觉血液都凝固了 更是动弹不得 该死 白展元和其余四人嘴角 勾勒出一道笑容 其中一个长发男子摇摇头 今天质量不怎么样 也就三个入圣境踏入此地 难不成清旋风对昆仑须那些强者 没有吸引力了吗 老大 这三人怎么处置 那几家的两位强者 听到这些话语 怒声道 大胆 你们可知道 我们背后站着谁 我劝你尽快放了我们 否则后果自负 话语冰冷至极 那长发男子笑了笑 走到那个说话的几家强者面前 淡淡道 你话有点多呀 虽然不知道你背后站着谁 但是你认为我会在乎吗 雨落 那长发男子突然伸出手 一丝淡淡的气流环绕 下一秒 一掌拍在了那男子的天灵盖之上 刹那间 死亡的气息笼罩 当场化为血雾 死得不能再死 那长发男子又看向红网下 另一个几家强者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 那剩下的几家强者彻底慌了 既然没有 那我便送你们上路 长发男子再次一掌拍出 血雾震震 他全身都是鲜血 鲜血让他变得猙獰 杀戮让他疯狂 短短两秒 几家两位强者全部陨落 只剩下几邻一人 此刻的几邻脸色 苍白到极致 他知道这群人的手段 他们一眼便看出了 自己身份的特殊 所以那两人便没有任何价值 长发青年做完这一切 来到了白斩元身边 老大 你让我做的已经好了 白斩元点点头 手中折扇轻轻摇摆 随后目光落在了不远处 浑身僵硬的小女孩的身上 说吧 你来自哪里 能给我什么 我可以考虑给你一个好的死法 她的声音很平淡 仿佛在说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一般 几邻深知自己没有选择 她冷静下来 想着一切逃离的方案 却是发现自己此刻无力到极致 谁能想到 镇产昆仑须的白斩元会在这里啊 我知道你的身份 但是我还是要警告你 我是纪家的人 如果你动我 我姐姐纪司心会发怒 她的愤怒 你们无法承受 还有 这家最困了区的大家族 一旦惹上会很麻烦 白斩元 你心中应该有一根臭 可以衡量 请不吝点赞